第379集 对了 汉堡 我想有空的时候去看看芸汐 你看怎么样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芸汐了 有点想念她 还是别去了 芸汐现在在国外生活得很好 你去了 她要是闹起来 受委屈的人又是你 秦妍眼神一暗 只是延安邦并没有看到 我知道了 那我不去了 她声音里有些失落 延安邦拍拍身边的位置 让她坐下来 我不是不想让你接触芸汐 而是芸汐现在的情况有些特殊 之前她生了一场病 将一些事情忘记了 现在她还不知道我跟她妈妈离婚了 延西的身体从小就不好 还有先天的哮喘 我不想她再受刺激 秦妍脸上的笑容很勉强 扯了扯嘴角 我明白 燕西一直就不喜欢我 认为是我破坏了你跟赵家庆 一直很恨我 我要是出现在她的面前 知不定会怎么样呢 你说的这些 我都能理解 延安邦拍拍秦妍的手 延安 委屈你了 我不觉得委屈 能跟你在一起 跟你成为真正的夫妻 我很高兴 但是 我真的挺想延西的 要不 你跟延西打个电话吧 让我在旁边 听听延西的声音也好 延西的每一件 跟木木有点像 要是木木还活着 现在也许已经结婚了 我见不到木木 对延西 也算是有种 移情的作用在里面 她说得坦然 又直白 反而 让延安邦心中 更加难受 秦妍当初 生木木的时候 大出血 伤了身子 这辈子 都不可能有孩子了 而木木现在 又是生死不明 她看到延西 想起木木 也算是人之常情 延安邦没办法拒绝 秦妍这个小小的要求 给延西打了个电话 延西正在家里 练习女子防身术呢 赵家青 给她请了一个专门的教练 每周都会上门 给她上课 爸爸 延西欢愉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延安邦 心情很是愉悦 听着延西 气息微喘 不禁问道 小夕 你在做什么呢 怎么这么喘 爸爸 我刚才在练 女子防身术呢 妈妈特意给我 请了一个私人教练 爸爸 你找我有事吗 爸爸想你了不行 现在啊 就连跟爸爸聊天 都不愿意了 爸爸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延西嘟囔 就算是没有见到延西 延安邦也能想象得到 延西现在的神情 延安邦和延西聊天 为了让青延 能听到延西的声音 她开的是免提 延西紧紧地盯着 延安邦手里的电话 眼睛一眨也不眨 眼神中 有着深深的思念 和悲痛 延安邦心中 叹了一口气 握着他的手 秦烟笑了笑 示意自己没事 他伸手 拿过桌上的水壶 想倒杯水 结果一时走神 热水直接浇在了 自己手上 秦烟顿时 发出了一声惨叫 却又很快 捂住自己的嘴 无错地看着延安邦 爸爸 刚刚是什么声音 我好像听到了 女人的叫声 延西疑惑地问道 延安邦神情着急 但是又担心 延西胡思乱想 只好先给延西解释道 刚刚爸爸将电视打开了 你听到的是电视里的声音 看了一眼秦烟红肿的手臂 延安邦说 小夕啊 外面有人在敲门 应该是有客人来了 爸爸去看看 你在国外啊 要听妈妈的话 知道吗 好的爸爸再见 延西主动挂了电话 延安邦连忙拿起秦烟的手 拉着他就冲向了卫生间 将秦烟的手 放在水龙头下冲洗 哎呀 你说说你 这么大人了 怎么还这么不小心啊 秦烟默默不说话 延安邦看了他一眼 担心地问 是不是很疼啊 我们先去医院吧 我没事 安邦 刚刚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发出声音的 延西没有怀疑吧 哎呀 没事 我已经敷衍过去了 我看着红得挺严重的 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就是一点小烫伤 等一下摸点药膏就没事了 刚才 也怪我自己走神了 延安邦仔细看看他的手背 只是红肿 却没有水泡 也放心了一些 拿出药膏 给青烟涂抹 延西挂了电话之后 神情疑惑 赵家青看着他 小溪 在想什么呢 延西看了一眼自己的母亲 妈妈 我刚才跟爸爸打电话 好像听到爸爸的身边 有女人的声音 爸爸说 是电视里面的 赵家青笑笑 眼底 却没有什么笑意 那就应该是电视里的声音 你爸爸不会骗你的 延西想想也是 靠在赵家青的身上 也是 爸爸已经有了你 你们的感情还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做出 对不起妈妈的事情呢 肯定是我想多了 哎呀 我的课还没上完 妈妈 我继续上课去了 说着 风风火火地走了 等延西离开 赵家青脸上的笑意 才彻底淡下来 直至消失不见 国外 某战乱国的平民区 听一脸怒融地 坐在地上 还没查清楚 发布任务的人是谁 底下的人 低着头 不敢说话 你们这帮废物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我要你们有何用 人家都欺负上门了 你们竟然连人家 是谁都不知道 底下的人一个个 都不敢说 最后 还是以金发碧眼的 男人站出来 老大 这件事情查了查去 最后还是查到了 金夫人的身上 也许就是金夫人干的呢 比昂斯 你要是金夫人 会将这么明显的证据留下 也不是不可能 要是金夫人故意这么做 将我们的目标 转移到了别人的身上呢 这样的猜测 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听想了想 还是给金夫人打了电话 但是电话却没有打通 而是直接被掐断了 听气得直接将手机都给砸了 这个该死的女人 千万别让我知道是谁 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她 给我继续查金夫人的位置 比昂斯应了一声 正要走出去 却见外面匆匆进来一个人 老大 K的人来了 King一下子站了起来 面色阴沉 莱恩这个混账 朕当我是怕了他 给我拿上家伙 将K的人都给我灭了 手下的人气息应声 很早就跑了出去 这些柿子 莱恩就跟疯了一样 一直咬着King不放手 要不是还有其他的雇佣兵 一直在暗中盯着BK的人 随时准备着偷袭 King早就跟莱恩干起来了 哪里还会像现在这样 跟过急老鼠似的 因此King对那个发布任务的人 说是恨之入骨 都不为过 沈青兰得到King和莱恩 干起来的消息时候 是三天以后 据说那次无论是King的人 还是莱恩的人 伤亡都不小 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伊登已经去找莱恩了 金恩西说道 这件事情说到底是他们将莱恩 给脱下水的 要不是为了帮他们 莱恩又怎么会得罪King呢 他的伤不是还没好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伊登这个人 他是个重情的人 现在莱恩出事 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 但是他的安全 我是一点也不担心 嗯 对了安 我最近在京城 发现了许诺的踪迹 但是却没有找到他 让他给跑了 不过 我倒是查到了一件事 或许对我们查出 金夫人很有帮助 许诺其实是Z国人 家里就是继续的 从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开始 就被扔到了孤儿院 后来被一个女人 从孤儿院领养了 而我查到的消息是 这个金夫人有个女儿 是个东方人 所以 我猜会不会是许诺 甚至 这个所谓的金夫人 其实也是个Z国人 这个猜测 站不住脚 所以 金恩熙 也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并没有多在意 沈青岚眼底 划过了一抹数有所思 他看向金恩熙 你查过 林阳许诺的人 是谁吗 查过了 但是没有查到 当年还是 纸质资料的年代 所以这个孤儿院 搬了几次 那些资料都被毁了 我正在想办法 找到当初 那个孤儿院的院长 要是能找到 就能知道 这个金夫人的 卢山真便母 对于金恩熙 说的这件事情 沈青岚心中 也是没底 如果许诺 是金夫人的女儿 那么 她为何 会出现在 艾伦身边 这些 都是想不通的地方 见沈青岚皱着眉头 金恩熙安慰她 好了 安 我就是跟你说说而已 这些事情 你交给我就好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好好养胎 生一个聪明 可爱 又漂亮的宝贝 我只是担心 你们的安全 这个金夫人 身后的势力复杂 要是真的查不到 也没有关系 既然是针对我的 最后 肯定就会出来 安全才是第一的 放心吧 就是为了 见到你肚子里的 小宝贝 我们都会好好 保护自己的 金恩熙笑咪咪地说道 沈青岚 对于金恩熙 和希思丽的性子 很清楚 这两人 就是典型的 唯恐天下不乱 做事 也容易冲动 恩熙 你自己答应的事情 要做到 知道沈青岚 在担心什么 金恩熙 拍着胸脯保证 放心吧 我会做到的 南城 颜家 颜安邦 在家里休息了几天 就出发 回了部队 青岩 等着颜安邦走后 这才收拾了行李 买了一张 飞往国外的机票 颜熙 今天难得 没有出去采风 她趴在床上 手里拿着一张 小小的名片 上面是 道格斯的联系方式 小小的卡片 在她手里 翻来覆去 犹豫了很久 她还是拿起手机 按照上面的号码 给道格斯 打了电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